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我们要聊的是一个关于婚姻和人生的重要话题 婚姻,对于每一个女人来说,都是一场没有彩排的剧本 俗话说得好,男怕入错行,女怕嫁错郎 这句话,流传了几千年,简单而直白 但它背后的道理却是深刻至极 中国古代就有婚姻是女人的第二次投胎,这一说法 婚姻对于女人的重要性从未变过 可以说,选择一个怎样的伴侣,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个女人后半生的幸福与否 纵观古今,无论是才子家人还是普通夫妻 婚姻的好坏,对女人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往往比我们想象的更加深远 随着现代社会的快速发展,女性在婚姻中的地位虽然提升了 但面对婚姻的挑战并没有减少 很多女性一到中年,就开始焦虑衰老,焦虑经济条件不好 甚至被这种恐惧感深深捆绑 然而,我们今天要探讨的,是女人真正的悲哀 往往并不是来自外在的衰老与贫穷 而是来自婚姻中隐藏更深的问题 孔子曾在论语中说 不患无畏,患所以力 意思是,不要害怕没有地位 而应该担心自己是否具备应有的能力与德行 这句话同样适用于女性在婚姻中的状态 衰老和贫穷并不是婚姻中的最大问题 真正值得忧虑的,是婚姻中的那些让人无法逃脱的无形压力 我们常常看到一些女性,明明外表光鲜亮丽 但内心却满是痛苦 她们的悲哀,源于她们的丈夫在年过半百之后 仍然处于以下几种状态 这种状态不仅让自己无法前行 也让婚姻陷入僵局 无法让妻子感受到真正的幸福与安全感 一,逃避责任,毫无担当 首先,责任心,是衡量一个男人 是否值得托付一生的关键 古人说得好,周易有云 天行见,君子已自强不息 意思是,君子要像天体运行那样 永不停息,时刻自我提升 不断追求卓越 这句话告诉我们 一个真正有担当的男人 他是永远不会停止努力和成长的 在现实生活中 年轻的男人或许因为阅历不足 犯错在所难免 但随着年龄的增长 一个真正成熟的男人 应该逐渐学会承担起家庭的责任 如果一个男人到了50岁 依然逃避责任,毫无担当 那么对于妻子来说 这样的婚姻,无疑是一场灾难 我们常说 年轻时的财富可以通过努力获得 但责任心和担当 却是无法用金钱来衡量的 当一个男人逃避责任 面对问题选择回避 或者遇到困难就推卸责任 那么这个家庭就失去了 一个坚强的后盾 而这样的男人 会让妻子感到无比绝望 因为他再也无法依赖他 甚至还要替他承担起 本该由他负责的重担 对女人来说 真正的悲哀 不是经济上的匮乏 也不是容颜的衰老 而是拥有一个逃避责任 不愿成长的伴侣 这样的男人 会让妻子觉得未来无望 因为即使他再努力 再强大 也无法撑起一个 没有责任感的家庭 第二种悲哀的状态 就是男人自私自利 完全不懂得如何去疼爱妻子 在中国古代的家庭观念中 孟子良会往上提到 老无老 以及人之老 幼无幼 以及人之幼 意思是 要敬爱自己的长辈 同时也敬爱他人的长辈 这个道理 不仅是用于父母 与孩子之间的关系 也是用于夫妻之间的相处 婚姻中的爱 是需要双方 共同努力去维护的 妻子在家庭中付出了许多 然而如果她的丈夫 只是关注自己的需求和利益 丝毫不在意妻子的感受 那么这段婚姻中的幸福感 将大打折扣 特别是步入中年的女性 常常将自己的心思 放在家庭和丈夫身上 满心期待着 得到对方的关怀和理解 然而 许多男人却往往只顾自己 忽视了妻子的付出 在现代社会 女人与女人之间 常常会产生攀比心理 一旦陷入攀比的怪圈 内心的焦虑和失落感 就会不断加剧 而这一切的根源 往往就是家庭中的冷漠和疏离 一个不懂得疼爱妻子的男人 带给妻子的不是幸福 而是无尽的心痛和失望 要知道 女人在婚姻中的最大悲哀 不是容颜的衰老 也不是经济条件的不佳 而是自己无私的付出 换来的却是 丈夫的冷漠和自私 当一个男人年过半百 依然不懂得 疼爱自己的妻子 这样的婚姻 对于女人来说 无疑是一场彻底的失败 第三种悲哀的状态 就是男人身上充满了负能量 总是在抱怨生活的不如意 长时间与一个负能量爆棚的人相处 会让人感到无比压抑 甚至失去对生活的希望 老话说 夫妻同心 其力断金 这句古话告诉我们 夫妻之间需要互相扶持 才能共同走向更好的生活 然而 当丈夫年过五十 依然满口抱怨 浑身负能量 不仅自己过得不快乐 还会影响到整个家庭的氛围 负能量的男人 往往把自己视为生活中的受害者 认为所有的不幸都是外界带来的 丝毫没有意识到 问题的根源 其实在于自己 他们不愿意改变 只会因为抱怨 而这些抱怨 不仅影响了他们自己 也拖累了妻子 在婚姻中 女人是很容易被情感所影响的 特别是到了中年 女性对于情感的需求 会更加明显 如果丈夫总是充满负能量 妻子不仅要承受来自外界的压力 还要忍受家庭中的压抑氛围 这种精神上的压迫 往往比经济上的困难 更让人崩溃 负能量的男人 不仅自己一事无成 还会影响整个家庭的未来 他们的抱怨和消极态度 会让妻子渐渐失去对生活的热情 甚至陷入抑郁之中 因此 面对这样的伴侣 女人往往会感到无比绝望 四 不思进去 懒惰无能 最后一种让人感到悲哀的状态 就是男人不思进去 懒惰无能 在婚姻关系中 夫妻双方的共同进步 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丈夫到了五十岁 依然停滞不前 不愿意奋斗 懒惰成性 那么这段婚姻很难继续走下去 老子在《道德经》中提到 无为而无不为 这句话的意思是 真正的无为 并不是不作为 而是一种智慧的作为 然而 有些男人误解了这句话 以为到了中年 就可以停下来享受生活 不再需要进去和努力 这种懒惰的态度 会让婚姻失去动力 让妻子感到无比失望 在现实生活中 很多男人到了中年 逐渐失去了进取心 他们不再努力工作 沉迷于虚幻的梦想 幻想着一夜报复 却从未付出行动 妻子在这种情况下 不仅要独自承担家庭的重担 还要面对丈夫的无能和懒惰 这种婚姻 注定让女人感到无比压抑和痛苦 婚姻的本质 其实是一种合作关系 夫妻双方共同努力 才能创造美好的未来 然而 如果丈夫不思进取 懒惰无能 婚姻的平衡就会被打破 最终导致家庭陷入困境 女人无论再怎么努力 终究难以支撑起 整个婚姻的重担 这种长久的失衡 必然会让女人感到身心俱疲 陷入深深的无力感之中 谷雨有云 流水不服 护疏不渡 这句话告诉我们 一个人如果停止了自我进步 就像停止的流水一样 必然会变着发臭 尤其是在婚姻中 男人的停止不前 意味着整个家庭的活力和动力 都将随之消散 因此 一个不思进取 懒惰无能的男人 会让女人看不到希望 感到婚姻已经走到尽头 说了这么多 大家可能会想 面对这种种悲哀 女人该怎么办呢 是不是只能默默忍受 其实不然 虽然我们无法改变别人 但我们可以改变自己 甚至通过改变自己的方式 间接影响对方 接下来 我想和大家分享几条建议 帮助你在婚姻中 保持智慧和力量 面对这些困境时 能够从容应对 一 保持独立 拥有自己的生活重心 首先 女人在婚姻中 一定要保持独立 无论在什么年纪 经济独立和思想独立 都是女人力量的源泉 就像《红楼梦》中的 林黛玉那样 虽然她处在一个 被动的环境中 但她依旧保持着 自己的骄傲和独立 绝不随波逐流 她的独立性格 最终也为她赢得了 他人的尊重 在现代社会中 女人必须有自己的事业 爱好和生活重心 而不是把全部精力 都放在丈夫和家庭上 当你有自己的生活目标时 遇到婚姻中的困难时 你会有更大的抗压能力 和解决问题的智慧 二 学会沟通 建立深度的情感连接 其次 学会沟通 是化解婚姻中问题的关键 孔子说过 知者不惑 忍者不忧 勇者不惧 一个智慧的女人 面对婚姻中的问题 不会被困扰 而是通过有效的沟通 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 与其依偎抱怨对方的不足 不如冷静下来 试着与伴侣进行深入的沟通 了解她内心的真实想法 很多时候 婚姻中的矛盾 源于彼此缺乏 真正的理解和交流 如果能在互相理解的基础上 重新建立情感连接 很多问题都会迎刃而解 三 提升自我 永远保持进步 女人在婚姻中 不仅要期待伴侣的成长 更要不断提升自己 孟子有言 君子有三乐 而王天下不予存烟 意思是说 君子有三件快乐的事 其中之一就是不断自我提升 当你不断学习 提升自己的时候 不仅能更好地面对婚姻中的问题 还能吸引你的伴侣 和你一起进步 夫妻共同成长 是婚姻长久的秘诀 如果你的伴侣依旧停止不前 而你不断进步 那么你的人生将不会被他拖累 反而可能激励他一起进步 四 接受现实 勇敢做出选择 最后 有些问题是沟通和努力 无法解决的 当你发现自己的伴侣 无论如何都无法改变 甚至他的状态严重影响了你的生活质量时 也许你需要勇敢地面对现实 论语有云 知其不可而为之 意思是 明知不可而为之 是一种勇气 然而 有时我们也要学会知难而退 及时做出理智的选择 接受现实 并不意味着失败 而是为了让自己的人生 有更好的选择 如果婚姻中的伴侣 始终没有担当 不思进取 甚至让你感到人生无望 那么你需要考虑 是否要继续在这段关系中 耗费自己的生命 古代贤者孟子曾说 生 亦我所欲也 亦 亦我所欲也 二者不可得奸 舍生而取亦者也 这句话告诉我们 在做出人生选择时 有时需要舍弃一些表面的安稳 去追求更高的价值和幸福 亲爱的朋友们 今天我们聊了许多 关于婚姻中的问题 婚姻并非一场童话 它需要智慧 耐心和努力去维系 但女人的悲哀 不是因为衰老或贫穷 而是因为在婚姻中 丈夫年过半百 还处于逃避责任 自私自利 充满负能量 不思进取的状态中 面对这样的婚姻 女人应该如何自处 首先 要保持独立 拥有自己的生活重心 其次 学会沟通 建立深度的情感连接 再者 不断提升自己 保持进步 最后 勇敢面对现实 必要时 做出理智的选择 婚姻是一场修行 但女人的智慧在于 她知道什么时候该坚持 什么时候该放手 愿每一位女性 都能在婚姻中 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 不被外界的悲哀所困扰 活出真正的自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